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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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次没有进入100米自由泳决赛 记者找了N个失礼理由 更值得他就是拒绝热恋 同样摩托身材偶像脸的徐嘉宇 最近也成了迷妹们的新任老公 看他游泳竟然有种韩剧极实感 可自己摘得赢奖的获奖感应却是 杨哥拿冠军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哭了 对 因为杨哥他也不容易 而17岁的李珠豪用动作和语言 一起来告诉你什么叫做大鞋的梗汁啊 是不是特别累啊 要死了 要死了 所长真真是被这一件 画风惊奇的游泳队完完全全全全烦烦 和游泳队的蠢萌豆XX 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新兴团体张氏冷漠家族 夺得手劲的张沐雪一副冰块脸 刚复演会形成鲜明对照 没睡醒的大魔王张继柯 在那单四分之一举赛中 迎战日本小将丹羽孝心 笑张先丢一局 教练极乐说 幸乐的他一发威脸般似绝 他还曾经换身叮咛的谜蜜 放话叮咛不许再跟别人换伤了 这样霸道总裁式的俊老男神 不就是玛丽苏文中的顶配男主吗 张氏家族还有一名成员 是已经退役的大魔王张一宁 给被他打酷的复原爱 让个球都直白到不戴任何眼界 就在张氏冷漠家族让人闻风嗓嗨时 跳高选手张国伟 以奇特的画风进入我们的事业 这位扛起中国队跳高大气的boy 画风实在太鬼畜了 白鹤晒翅 魔性摇摆 电童我 很让人怀疑 是不是体育耽误了他的舞蹈生涯 看了这间奥运会 所长才知道什么叫十八般舞业 花样游泳队员良心皮 不仅能代表国家队出征 业余爱好也是做到专业水转 一边忙着cosplay 一边在B站up彩妆教学 连带看看BL小说玩玩滑板 同样沉醉二四元的 还有乒乓球队的马龙 你们感受一下这位手办狂魔的家 连微博名字都跟美工队长一样 叫做Captain龙 同时还是追了蔡依林13年的真谜弟 网上流传这样一段 还没成名的他和教练刘国良的对话 这关于正不正常的中二画风 也是让打变世界无敌手的刘教练甘板下方 本期奥运男神女神辈出 就连我国冷门项目马术 都有个超越杰克苏的存在 他就是奥运史上第一位中国骑士华天 他的家是秒杀任何一款杰克苏人设 华天从五岁开始学习马术 十四岁就成了职业马术骑手 在英国拿到了威莎皇家马术赛的女王杯 周英混血了她 为了带到祖国参加比赛 自愿放弃英国国籍 无论走到哪都骄傲的说 我是中国人爱 世间竟还有如此完美的男子 所长都不忍心告诉你们 人家已经名草犹主了 不要怪华天秀恩爱 这届奥运会的小情侣 个个都是虐狗狂魔 吴米霞和贩卖黄轩张秀成 大谈恋爱经过 独立庞伟这对神江侠侣 在七夕凌晨五点二十分 恰点告白 曲家瑜和女朋友 让情侣同向说着 我会做你一辈子的太阳 就连孔令辉都被旧爱马苏 隔空夸帅 这一届的奥运健儿 大概是所长 近几年看到的最欢乐的一群宝宝啦 所长要保持体内的哄慌之力 继续看接下来的比赛啦 说到奥运会啊 中国最有把握的项目 非乒乓球莫属了 就在今天 丁宁和李小霞分别获得 女单乒乓球的奥运金牌和银牌 恭喜他们 而就在第一时间呢 马苏也是恭喜了前男友孔令辉 其实啊最近除了奥运很多小伙伴们 也在关心伊能静产后伤口感染的恢复情况 就在昨天呢 伊能静也是发了微博报平安 并且说感受到了人间的冷暖 好了一起进入今天的谈子来了 经营生产后 伊能静在美国再次入院开刀 时任他通过微博和网友报平安 撑伤口正在复原中 也认清人线感受了冷暖 伊能静此次高龄生产着实吃了不少苦头 运气追踪产后感染 身材形象悬满的更是抛到脑后 只为做个好妈妈 小米粒 为了妈妈不白吃苦 一定要茁壮成长哦 女拼选手丁宁李小霞 提前锁定奥运精英牌 开心的不止主教练孔令辉 还有她的前女友马苏 比赛结果一出 马苏发了一条微博 祝贺了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孔教练 还调侃孔令辉虽然胖了 但依然很帅 所长似乎闻到了一股甜蜜的味道 然而马苏接着否认复合 打破了所长和网友的幻想 但所长建议 你们已有前十年 如果再过十年 男未娶女未嫁就在一起可好 最近虎哥在出席某代言活动时 居然戴了一副特别斯文的金属标眼镜 感觉戴上这副眼镜之后 特别像蚊质彬彬的国民大少爷 不过就有眼睛的网友发现 虎哥的左眼眼皮貌似红有种 结果有个参加发布会的粉丝 就在自己微博里公布真相 说是被蚊子咬蛋 蚊子啊 能要在乌力虎哥眼皮这么尴尬的位置 你也是蚊子中的战斗鸡啦 8月9日晚 有网友帮光了一组杨密的照片 他现身四川藏区礼服 看来是在为家人祈祷 原来七夕节 他不陪老公孩子是去欺负了 这个情人节礼物也不错哦 甜蜜蜜 晨晨笑的甜蜜蜜 曾与王大陆传出绯闻的京城 日前在北京剧组拍戏时 和男友邓伦下榻酒店住同一房间 姐弟脸大曝光 两人一起散步牵手碗胳膊 见精神撒娇 花样繁多 男方还忍不住打了一下淘气女友的屁股 这狗粮伞的所长猝不及防啊 经典最爱电影《十一罗汉》拍女版啦 10月即将在纽约开拍 据外媒报道 近日已签约确定参演的有 安妮海瑟威 雷哈娜 海伦娜伯汉卡特 明迪卡林 及亚义说唱女歌手奥克菲娜 加上此前一家门的桑德拉 布洛克和凯特布兰切特 这战容是不是超豪华呢 本片定名Ocean8 离标题的八人海叉一人 所长头女神安吉丽娜朱丽一票 好了 说到这里今天的问题又来了 今年奥运会上 这些画风惊奇的运动员 你最喜欢谁 搜索微信公众号所谓娱乐 参与互动就有机会得到神秘礼物 所谓娱乐 不看你就out啦 在这里再次恭喜丁宁获得了乒乓球的大满贯 其实说到乒乓球的等级 难度大概分为六种 第一种入门 第二种普通 第三种中等 第四种困难 第五种炼狱 第六种中国队 好了 这就是本期所谓乐的全部内容 我是主持人苗林 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关于你的每一段时光 我都在记忆里挣扎 我多想时光都可以变大 重逢的我们能跌来无恙 那些青春不会打烊 我会来带你输回过往 我喜欢现在有你的时光 熟悉的心跳和当初一样 过去未来 过去未来你在身旁 你还在就是岁月给我 最后最好的相伤 最后能相伤 最后能相伤 那些青春不会打烊 我会来带你赎回过往 我喜欢现在有你的时光 熟悉的心跳